台园刘希叶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年秒云新北报道 WSBL超级女子篮球联赛 竟在板桥体育馆进行首周第二日赛事 本季来势汹汹的台园经碰上位缅军国泰 虽然正中前锋刘希叶拿下生涯低1000分 不过台园仍以65比76落败 国泰经全队金头进9颗三分球 近乎一路领先对手 第四劫时刘希叶 林婉于轮流砍进三分球 稍将差距缩小但已无力回天 本期转战台园的老将刘军仪 陈宜峰经首度碰上老东家 接从板凳出发 刘军仪较出4分 4篮板 陈宜峰则拿下7分 5助攻 台园前锋刘希叶赛前生涯累积得分986分 金拿下15分 生涯1000分达正 他表示其实昨天DJ有特别提醒他这个记录 队友今天也特别为他制造机会 不过他小说就是平常心啦 刘希叶透露 今天爸妈刚好到现场来看球 赛前队友也不断鼓噪 学妹沈欣则在他的水平上写了背后24及1000分 最后拿下15分 成功达正 他也下车松了一口气 刘希叶父母金特别北上至现场为他加油 刘希叶提供 台园刘希叶上蓝得分记者林郑坤设 国泰黄帆山快攻上蓝得分记者林郑坤设 国泰蓝浩宇记者林郑坤设 台园吴英杰切入篮下上蓝得分记者林郑坤设 队友在刘希叶的水平上写了背后及1000分 为他加油 记者年秒云社 我记得不记者林郑坤设计